第258集 小鬼赶紧说自己一时贪玩 把人迷住了眼 最后人爬上了柿树 血狐鬼大怒 转身朝柿树那里飘了过去 要犯了一看血狐鬼朝自己飘过来 吓得赶紧闭上眼睛 撞死 他密封着眼睛屏住自己的呼吸 这时血狐鬼上来 把脸凑近要犯的看了看 然后张开满是獠牙的嘴 就要咬要犯的 这一张开嘴 要犯的看到血狐鬼嘴里的牙齿上 沾满带着血的肉丝 那应该都是人肉丝了 看样子 血狐鬼真是专门吃人的 那血狐鬼把脸凑到要犯的老头身边 张嘴就要咬 要犯的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可能是要犯的身上太脏了 血狐鬼停住了 朝要犯的喷了一口黑烟 要犯的当时就晕过去了 等他第二天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从树上掉了下来 等他爬起来一看 在他身边有好几座倒塌的石塔 在石塔里有一些残骸 横七树八地散在那里 看起来非常的惨 要犯的知道 这些不是梦 而是真真切切的事情 于是赶紧装上说这件事 要犯的说完 要生孩子的几家 可吓坏了 有这个血狐鬼在 又有小鬼鹰投胎 事情很严重 于是几家人赶紧商议怎么办 最后想到了师祖和师父 当年师父还很年轻呢 没有出家拜师当道士 那时候他跟师祖是好友 想要出谋的事情没少联手 两个人一听血狐鬼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 两个人见到要犯的 让要犯的把事情说清楚 要犯的说了一遍 师祖和师父一商议 决定除掉那个血狐鬼 师祖让师父找了几块白布 在白布上画上符咒 分给几家快要出生的孩子 吩咐谁家生孩子 只要孩子一出生 就用白布包住 第二天一定要将产妇 和孩子给藏起来 他们两个人知道 只要小鬼鹰不回去 那血狐鬼就会到庄上来找 那时候设下陷阱 等着血狐鬼自己找上门来 到了晚上 还真有一家子要生孩子了 这家人都吓得不行了 虽然祖师教给了他们方法 可他们一定要到家里坐着 震住血狐鬼 师祖告诉那家人不用害怕 师祖和师父他们到家里守门 到了晚上子时小孩出生了 是一个男孩 接生婆看小孩一生下来 赶紧用那张画着符咒的白布包上了 然后出来问祖师他们该怎么办 师祖说呀 等天亮了再说 生儿子是好事呀 可那家人高兴不起来呀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小孩的来历不简单 使一个鬼鹰投胎 命就像无根的树 恐怕活不了 师祖让他们宽心 说等除掉了血狐鬼 他就给小孩安根 让小孩保住命 到了第二天 师祖让他们搬到了黄花罐里 并在黄花罐的门上和窗户上 贴上符咒 确保万无一失 一切收拾好了之后 师祖和师父两个人就在产房的家里 等着血狐鬼上门来 那血狐鬼本来就是难产死的 对血特别敏感 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生孩子的人家 两个人在家门口等到了半夜 这时装上的狗莫名其妙地哀鸣起来 师父一听就说那血狐鬼来了 然后他咬破食指 把自己的血滴到灯碗里 师父一看 不明白师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就问师祖 师祖说 我要用火烧血狐鬼 师父一听用火烧血狐鬼 就有些不明白了 就赶紧地问师祖 师祖说 血狐鬼名为鬼 食为妖 或者伴鬼伴妖 一般的鬼都是虚无缥缈的 而这个血狐鬼 大多数是难产之人的躯体化成的 因为怨念重 所以非常的厉害 普通的火 根本奈何不了血狐鬼 只有加上手指的中指血 才能烧化那个血狐鬼 师父听了点点头 知道中指血和舌尖血一样 都是手火的心神血 这样的血 辟邪的力量最大 这时血狐鬼的哭声传到了耳朵里 血狐鬼就快来了 这时师祖让师父拿着头目剑 躲在门后 等血狐鬼到屋里之后 好断血狐鬼的后路 师父点点头就躲在门后 这时就听见开大门的声音 师父在门口一看 只见血狐鬼 已经站在门口了 血狐鬼在大门口站着 用闪着红光的眼睛来回地看着屋子 他穿着一身的白衣服 白衣服上血迹斑斑 如同果实布一样 手里提着一个血口袋 往下滴着血 嘴里发出 哎呜哎呜的声音 在黑夜里 显得异常恐怖 他看了一会儿 确定这里就是产妇家了 于是就慢慢地走到院子里 在院子里又看了一会儿 才到了门口站住 血狐鬼用鼻子朝屋里闻了闻 然后双眼的红光一闪 就看见那门上的门栓 慢慢地移动 然后两扇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打开门之后 血狐鬼身子移动 飘进屋里 当血狐鬼飘进屋里的时候 然后祖师大喊一声 大胆血狐鬼 还不乖乖受死 祖师的声音 如同晴天霹雳 吓得血狐鬼 当时一下子愣在那里 可能 他没有想到有人会等他 那血狐鬼不是普通的鬼 他张嘴朝尸祖 喷出一股子腐臭的黑烟 然后转身就想跑 血狐鬼没有想到 门后还有一个人 在他转身的时候 桃木剑就对准了他 血狐鬼还没有反应过来 师父一个剑步窜上去 直接以桃木剑刺中了血狐鬼的心口 血狐鬼被桃木剑刺的嗷嗷直叫 情急之下把手里的血袋子扔了 双手拼命地乱抓 师祖 师父拿起灯碗 对血狐鬼说 你本是可怜之人 可现在却成了海人之鬼 火福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除恶即是行善 今天我要替天 请天火烧你 说完之后 嘴里念动五雷菊 灯碗里的火变成了蓝色的火头 师祖说了声 打 接着 把灯碗的油 直接泼到了血狐鬼的身上 轰的一下子 血狐鬼身上 起了大火 血狐鬼被烧得大声的惨叫 双爪乱抓着 又和师父拼命 师祖让师父让开路 师父一听 赶紧地收回了宝剑 那血狐鬼没有命地跑到门外 然后飞快地往外跑 师父要去追 师祖说 不用追了 血狐鬼跑不了 师父就没有去追 当天亮之后 师父发现 那血狐鬼带来的血袋子 已经化作了 兴臭无比的血水 而血狐鬼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问师祖 师祖说 按照火烧的速度 血狐鬼 已经被烧死在村外的路上 于是大家去找血狐鬼 在庄边上 发现了一个散着腐臭味的遗骸 那遗骸本来就已经腐烂了 被火一烧就变得更加难看 面部极度的正名 大伙看到之后都非常的害怕 赶紧地找来木头 把血狐鬼架起来烧了一天 算是彻底地除掉血狐鬼 那个投胎的小鬼鹰 师祖给做了好几天的法师 保住了性命 没有夭折 至于那个要饭的 生孩子的那家人 给了他二母帝 让他在我们庄上安了家 到了第二年 黄花罐里就传出来了一件事 那就是没有孩子的人家 二月二去抱娃娃 只要把黄花罐里的泥娃娃抱回家 就能怀上孩子 开始人还不信 后来几个抱娃娃的真开怀了 黄花罐一下子变得兴盛起来 以后每年的二月二 都会有十几个 或者二十几个泥娃娃 这就是关于血狐鬼的事 当初血狐鬼那件事 就发生在那个乱坟岗子 麻子大爷看着小鬼鹰啼哭的地方 就大声地说 鬼要来了 我先画一道避鬼墙 可以防一下普通的鬼 第二百五十九集 说着话就拿出一道符 挑在桃木宝剑上 点着烧了以后 嘴里念着 拿在手里为剑 画在地上为墙 人来隔层纸 鬼来隔座山 牵斜弄不尽 碗鞋弄不穿 一边说一边画 这个呀 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 当年孙猴子也是画了一个圈 麻子大爷的圈画了很大 几乎把一个打卖场都画进去了一大半 麻子大爷画完了之后让大家准备好 这时我爹早就弄好了羊炮了 看着乱坟岗子 我也死死地盯着乱坟岗子 乱坟岗子那里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 不过哭声就是在那个方向传来的 忽然在乱坟岗子里蹦蹦跳跳的出来几个小火球 那些火球一蹦一蹦的朝我们而来 这些不用说是木叶叉请来助阵的小鬼 对于那些小火球我不用害怕 因为那些小阴灵在黄花罐里和那些阴灵接触很多 发现那些小阴灵只是顽皮 只要消除了怨气 他们是不会害人的 火球越来越近了 我爹拿起了羊炮 把羊炮口对着火球来的方向就要开枪 我赶紧阻止我爹说 爹您不能开枪 那些小阴灵都是好的 他们不害人 我爹听了就把放在扳机上的手拿了下来 这时那些小火球已经快到跟前了 几个小火球不时的发出几声凄厉的哭声 我看到这里往前走了几步 朝火球望去 那双阴阳眼慢慢的起了作用 那些火球后来的是一个个的小阴灵 当他们快要到我跟前的时候 看到我站在那里 好像很害怕 叽叽喳喳的一阵子 转身又朝乱坟岗子里跑去了 这一波小鬼啊 就这么走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一时忽然旁边的树上来了一声 我死得好冤啊 我们赶紧转身看去 这一看我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只见树上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一具尸体 不 那个不是尸体 是一个吊死鬼 只见一根绳子挂着吊死鬼 他正在上吊 吊死鬼的脸被长长的头发护住了一半 露出的那半张脸和白纸一样 一只眼睛闪着绿光 吊死鬼 星红色的舌头 吹在胸脯前 身子无力地吹在那里 来回地晃动 这时又是一声死得好冤 接着 在一棵树上出现了一个男吊死鬼 那个男的吊死鬼同样眼睛突出 闪着绿光 舌头伸到胸前 身子诡异地垂着 我看着吊死鬼的眼睛 忽然感觉眼睛像两个黑洞 吸引着我往前走 我心中大惊 赶紧地收回心神 吊死鬼的眼睛 不能对着看 只要对一会儿 他就可能迷惑主人的心智 让人跟着他去上吊 这个吊死鬼和烟死鬼一样 心中的怨气极深 只要意志不强 就会被他们给害死 死的时候 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没想到这么多人 我还照样被吊死鬼迷住了心智 就在这时 轰的一声 羊炮响了 一团火焰 如同扫子一样 破过去 两个树上的吊死鬼 瞬间就消失了 接着 枯枝落下一大片 吊死鬼刚消失 鬼哭狼嚎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 朝我们聚过来 我们赶紧朝四处看去 只见四周都起了雾气 在雾气里 鬼火闪闪 那些鬼哭狼嚎的声音 都是从雾气里传出来 我们如同身在鬼域 周围的鬼叫声 让人胆寒 麻达大爷看到这里 对大伙说 小心 那些是鬼物 是鬼的怨气凝结而成的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能迷住心智 让人如同走着阴气森森的黄泉路上 鬼物走得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我们的面前 鬼物刮起阴风 温度骤然下降 这时朝雾气里望去 雾气里鬼火闪闪 鬼哭狼嚎的声音 和呜呜的阴风声混在一起 阴残残的 像是到了阴界 鬼物里的哭声让人听了 心里急剧的扭曲 非常的难受 我们周围都是那种惨物 果真如麻子大爷说的那样 如同走在了黄泉路上 鬼物只是到了麻子大爷画的圈前面 就不敢往前走 在外面鬼哭狼嚎的 让人听了发疯 四周全都是这样的哭声 我吓得身子往后靠 一下子靠到了麻子大爷的身上 麻子大爷赶紧扶着我说 小冬 你不要怕 你身上有雷弓箭 只要念着射阳咒 朝鬼物射八箭 这些鬼物就会消退 我听麻子大爷这么一说 赶紧取下弓箭 然后拿出一只白铃剑 拉紧弓弦 朝着鬼物射去 一边射一边大声的说道 一箭射天秧 二箭射地秧 三箭射鬼秧 四箭射四方 射断凶恶鬼远顿离家乡 一战去天秧 妖鬼竟损伤 星辰来护卫日月 莫三光 二战去地秧 须已坐中央 浮石皆化散 王梁总消亡 三战去鬼秧 鬼魅敬潜藏 四战敬四方 王魂超 我转着圈射完了八支箭 只见那鬼物翻腾起来 好像有无数的鬼魂在哀号 接着 眼前的鬼物慢慢地缩小后退 眨眼间就消失了 这鬼物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手里的雷弓箭果然厉害 看射走了鬼物 我拿着弓箭高兴地对麻子大爷说 大爷 这楼弓箭果然厉害 到时候对付的母叶叉 用不了几下子 肯定能射到母叶叉 魂飞魄散 麻子大爷摇摇头说 小冬 你可不能大意啊 那母叶叉 非是当年的母叶叉 你对付他就得出奇之胜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这样吧 你留一只箭放在身上 留着最关键的石头用 我点点头抽出一只白灵箭 别在了腰带上 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鬼月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远处来了一顶轿子 四个吹鼓手 四个抬轿子的 飞一般地朝我门来 我一看那个轿子就知道 母叶叉来了 母叶叉那是魔 已经和普通的小鬼不一样了 出门讲究排场 坐的是鬼抬轿 出门带着哭丧月 这个和古代当官的一样 我娘和我说过呀 官大自尖 这个人鬼通用 麻子大爷看着母叶叉 坐着鬼叫而来 就赶紧对我说 小冬啊 一会儿母叶叉来了 你把手里的箭都射出去 最好能射死母叶叉 雷弓箭是除母叶叉最好的武器 我听到这里啊 抽出一支雷弓箭搭在弦上 然后使劲拉开弓弦 朝着母叶叉来的方向瞄准 看母叶叉坐着鬼抬轿 快到我跟前了 我屏住呼吸 朝着一个抬轿的鬼族射了过去 那雷弓箭带着风声 直奔鬼族而去 那抬轿的鬼族 没有意识到雷弓箭的厉害 被我射了一箭之后 以声凄厉的惨叫 身子随着雷弓箭 直接飞到了半空 接着就消失了 几个抬轿的鬼和吹鼓手和轿子 一起也消失了 木叶叉一下子从轿子里滚了出来 落在了地上 鬼和轿子都是虚幻的景象 被雷弓箭一破 就会显出原形 变得虚无起来 这时我赶紧朝滚落在地上的母叶叉看过去 只见母叶叉还是那一身红衣 高高盘起的头发散乱的披在头上 像猪头戴着假发 那一张脸惨不忍睹 一般的红衣女鬼虽然经济 但人形模样的时候 那都是非常冷艳 可母叶叉就像脸着地的女鬼 无论做人还是做鬼 都非常的难看 那是 感谢观看